您知道在地表下方生活是什么样的经验吗 土耳其就有个知名的地下洞穴城市 在西元八世纪的时候下挖了超过18层楼 曾经还有2万多人聚居在这边 北欧的瑞典也曾经把老银矿改为地表这一身的旅馆 要搭电梯往下22层楼才能够抵达 不过这些都不够看了 英国有一处板岩矿坑 他们打造了深达419公尺的深眠套房 住客在这边想住 还要先垂降冒险两个小时才能抵达 躲进洞穴或地道 并非现代战争难民们才会有的举动 从澳亚欧各大陆 都有因地制宜形成的特殊地底城 我们将往6、7楼下跌 深入达尔康尔康 卡巴多奇亚这个知名的地下洞穴城市带林库游 估计超过60公尺深 也就是往下挖超过18层楼 1969年当地居民整修自宅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入口 如今变成观光景点 目前推估是西元八世纪时 当地居民为了避难而挖掘 这里的土壤缺水 宁灰岩有延展性也容易雕塑 地下洞穴深达20层楼 还有多个通风口与地上出口 宁如多孔洞乳洛般的人造地下洞穴 相当惊人 不过在北欧 还有一个比此地 深两倍多的地下洞穴 2006年起已经是旅馆 接待过上千名旅客 那就是瑞典这家号称 全球最深的旅馆 地底155公尺处的套房 15世纪开始 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银矿 营运直到1962年 中年设施两度的矿坑套房饭店 要搭电梯往下22层楼深 房间内会有设施18度的暖气设施 也有交易厅和沙发 但简易厕所在50公尺外 浴室则在地面 曾经年产银三顿的老矿坑 现在是一碗652美元起跳的特色旅宿 房价超过新台币21000元 但这个全球最深旅馆的招牌 现在终于被打破了 深眠酒店位在离地419公尺深处 目前只接受过百名左右的住客 住一碗218欧元的价格 约新台币7600多元 比瑞典矿坑套房饭店便宜 但价差需要用勇气来弥补 从1810年到1990年代末期 这个百岩矿坑 吞噬过超过20名矿工的生命 绰号是屠宰场 时至今日 进入湿滑寒冷的矿坑 还是必须装备齐全 头盔安全锁都不能少 行李则要捡到最少 不仅深不见底 湿冷入骨 有的路面还根本消失 办完入住手续后 得花两个多小时冒险才能抵达房间 尽管知道房间会有厕所 自来水 店与网路 此刻 住客们却要经历当年矿工们的辛苦 克服对地下洞穴的恐惧 洞穴深处出现的景象让人不敢相信 走过木造小桥 眼前的乡村风小木屋温暖迷人 在地底40层楼深的地方 可以吃到热食 美中不足的是口味有限 口感也有限 一泊二食 带庄冲泡食物是这里唯一的餐点 不过在历史五年的建造过程中 工作人员们也就是这种伙食 2023年4月开业至今 有没有回本还是秘密 但对于有幽臂恐惧症的人而言 弟弟实在不是生眠的好所在 想体会一下地下异世界的感受 建议最好有过攀岩或登山的基本经验 再来拜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